看的部分的話呢 將來你們要繳交作業的方式 我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 你就先 在桌面上 桌面上先建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是你自己的 作業資料夾 比如說你的座號是1號的話 你就01 然後姓名就把它打上去 這個就是你的作業資料夾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比如說剛剛出圖的部分 你就通通把它丟進去 比如說這一個也是這個也是 通通丟進去 丟進去以後 假設說你今天有兩個作業 一個兩個 當然很多個對不對 那 完畢之後的話 你就把這一個資料夾 壓縮之後呢 再傳到那個網路上面去 那壓縮方式特別注意就是 按右鍵 有沒有右鍵之後 這邊就會有個所謂的加到有沒有 壓縮檔 下面這個 直接就可以 它就可以幫你把那個資料夾 你資料夾叫什麼 名稱 後面它就會把它變成一個檔案 叫點RAR 也就是說呢 資料夾就會變成一個檔案 不然一個資料夾很多個檔案 會分散到很多地方 所以你這邊 就是把它按右鍵就可以了 加到 加到就是壓縮的意思 壓縮 那我們就直接點這個選項 把它點下去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壓縮成一個 一個資料夾變一個 一個檔案 那 繳交作業的方式 就直接把這個傳到那個論壇裡面去就 就好了 那那個論壇裡面 你們就 當然要直接就先到我的那個 3CC.CC斜線10G Enter 那